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Eric Tank 今天想大家多写一些Program去拱估一下你们学过的东西 这里你会见到有一个Python Program的output 我想你们做到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Program就会问用家输入三个数字 像现在这样,我就会input 第一个1.33 接着2.55 第三个就是3.888 你会见到程式会出了一些字 以及显示我刚才输入的三个数字 留意一下output的format,你一定要跟着这样 然后Program就会把我刚才input的三个数字都乘以 然后就会用这样的形式output出来 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这三个数字 不可以是内定的,你一定要由input statement 向用家拿回来,然后就存在这个variable上 这些数字一定是要由用家输入的 好像现在这样,我重新执行Program 好了,我重新输入三个数字 好了,我重新输入三个数字 那现在我第一个,我输入0.5 第二个,1.34852 第三个,88 好了,你会见到结果是不同的 好了,有一件事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在这里的output 所有数字都一定要run off to 一个DP,即是一个小数位 好了,如果你是我的学生的话 那就跟着我PDF的instructions 做回你的功课 下次见,拜拜 拜拜